哈喽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先喷防晒 喷雾还是隔离 防晒喷雾无聚阳光 防止晒红晒伤 脱皮防紫外线 防晒黑等问题 一般在出门前半小时进行使用 隔离一般用于隔离彩妆 空气脏污修正肤色 一般在基础护肤后进行使用 根据以上护肤品的简单介绍 一般先用隔离再用防晒喷雾是最好的选择 大家不要搞错步骤哦 以上呢就是先用防晒喷雾 还是隔离的简单介绍